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你户头上就可以了 无所谓是这个说这个借记卡或者折子上的 反正能证明你是你的钱就行了 所以这很简单这个事情 那么第二个呢 很多朋友也比较疑惑 就是说在职的呢 要看英文的这个在职证明 这个灵活就业人员呢 灵活就业人员 人写的事业人员啊 人没写灵活就业 灵活就业是我说的 然后呢 就是说需要出 就是这个提交这个房产智能分件 很多朋友就很疑惑 说这是货还是企业的关系 这当然是货的关系了 对吧 那个如果你在职 你就开这个英文版的这个在职证明 注意 不要忘了盖你们单位的公章 如果你是事业人员或者灵活就业人员 其实我学生亚都是一样的 那你就拿出你的房产证 复印件就OK了 那你说我既没工作也没房 没有房产证 怎么办 这个很难吗 我觉得不难啊 找朋友 或者有些中介 他就可以给你做这个方面的处理啊 这个我就不明说了 你们大概懂得都能懂 那么第三个呢 很多朋友就说 哎呀 这还要提交这个 酒店跟机票的这个回程订单 酒店的订单跟机票回程订单 这个怎么弄啊 他说我这个其实到那边的可能要work in 就是不想定死的行程 可能走哪住哪 回程呢 我也没有一个固定的期限 这个也很简单嘛 你上阿高达或者book in 或者B&B上 找那些那个免费退房的 就是说那个预订钱可以 就是住住钱可以免费退房的那些房子 你随便订几个 对吧 你从这个入境日期开始订 订个两三天 然后订完以后拿到订单 把订单复印或者打印出来 然后呢 他把那房子取消了 就OK了 你入关的时候呢 他也就是查一个你有这个订单记录 但他不会真的去查你有没有这张订单 机票也是一个道理 你查那个免费退改签的 对吧 你找一个免费退改签的头脑仓给自己定一下 然后把这个行程打出来之后 你再把那个机票退掉就可以了 那你说我实在是不会弄 也找不到怎么办 找中介呗 他们有办法 对吧 我记得好像一般像这种服务费200到350人币就能搞定 这个现在这个时代嘛 你没有花钱搞不定的事啊 大多数情况下 你没有花钱搞不定的事 可况这种小事呢 几百块钱你就能搞定了 很简单的 那么有的朋友说 我带着小朋友去这个菲律宾 他也不可能有工作 也不可能有这个房产证 就连做假也做不了啊 没关系啊 因为这个是有规定的 就是说15岁以下的儿童啊 如果就是跟大人随行来菲律宾的话呢 那个把那个户口的 户口本的分件 递交上就可以了 能证明你们的父子关系 或者妇女关系 或者母子母女关系就OK了 如果是隔背的呢 就开一个这个执意亲属证明 或者那个家长证明 就是亲属关系证明就可以了 然后呢 父母呢 开一个什么 就是说同意书吧 委托书 就是他的奶爷奶奶什么的 带他来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有专门的模板 网上有 自己去挡一下 也不是很复杂 除了这些签证上的事呢 最近呢 还有一些关于航班上的好消息啊 很多朋友也不知道来菲律宾啊 需要坐什么 坐什么飞机在哪坐啊 要是这样呢 最好的消息呢 是菲律宾航空啊 近期呢 呃 从2月16号应该开始吧 陆陆续续呢 就恢复了中国跟菲律宾之间的大部分航线啊 包括北京马尼拉 上海马尼拉 广州马尼拉 武汉马尼拉 近江马尼拉 厦门马尼拉 和多条航线 所以呢 还是很方便的 呃 除了这个菲律宾航空之外呢 像中国航空的北京马尼拉航线 这个南方航空的广州马尼拉航线 还有这个厦门航空的厦门马尼拉航线 这个很多的 那香港呢 如果你说我想坐廉价航空 也有啊 也有广州的那个亚航 呃 Z2 138航班号 对吧 Z2 139 我忘了 一个是呃 马尼拉到广州的 一个是广州到马尼拉的 对吧 这个很多的 然后呢 香港更多了 香港有速物航空 国泰航空 香港航空 那个亚航 那个像台湾地区的就是长荣航空 中华航空 也有很多 所以呢 现在呢 说实在啊 从中国往返的菲律宾的航班呢 也是非常多的 大家选择的也是非常多的 如果你不愿意说通过旅行社 或者说通过那个一些那个机票代理商去买的话 你自己上网上 官网上去买 选择还是蛮多的啊 这个挺方便的 得了 就是跟大家聊到这儿吧 明天我们再继续扯大菲律宾的事儿